大家好,我们是第21组。 这是我们的目录,有以下9点。 第一点,主人工作分配表。 主长负责面包板接线,测试,洗PCB板,钻孔,速波器波形量测。 主人二负责,洗PCB板,钻孔,面包板接线,量测,电路板人件焊接。 主人三负责,PSPICE电路模拟,PCB板钻孔,元件量测,洗板。 主人四负责,PSPICE电路模拟,面包板接线,PADS布局,架构与原理介绍,电路板焊接,焊影片解极。 第二点,材料清单。 我们使用了NPMBJT,PNPBJT,Consistor,电阻,壳边电阻,和电容,还有DiAD。 接下来我要介绍此次实验的架构与原理。 首先,这是我们的电路图。 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区域做介绍。 第一个红色区域是讯号输入。 前面RV1A跟RV1B是把输入讯号做分压。 当输入阻抗改变时,可用来调整,使后面的电路位在操作点上,也可用来调整音量的大小。 第二个黄色区域是利用R3跟R4,把BCC做适当的分压,用来驱动后面的BJT,并用偶合电容C1隔绝直流输出。 第三个绿色区域做直流分析时,RV2可以让电路的电晶体接位在主动区。 四个寄纳二极体则是维持稳定电压不波动,可用来保护元件。 做小讯号分析时,Q1为第一级放大器。 因为讯号从积极输入,射击接旁通电容,在小讯号时会短路接地,所以为CE放大器。 在此实验室主要的功率与电压放大器。 电压正义的公式为β乘上RC并连RL除以Rπ。 第四个蓝色区域在小讯号分析时,C3会短路,使讯号同时输入Q2与Q3, 并在射击输出,为第二级放大器CC放大器,Q4与Q5也是。 因为输入讯号跟随输出讯号,因此增益大约等于1, 但它有高输入阻抗与低输出阻抗,是理想的阻抗匹配缓冲器,可以使讯号不失真,无干扰。 电路模拟的部分,我们的Power Supply是用VTC,数值设定为12V。 Audio In是用VSign,频率设定为2000,正幅设定为10MV到50MB。 直流偏压值和交流值都为0。 那我们的喇叭的部分,在模拟的时候是用12欧姆的电阻。 这张是我们的模拟电路组。 我们由模拟的结果可以知道,放大增益大约是50, 那其主要的增益是由CE放大器所造成。 BJT就是作为稳定输出的存在。 这张图是我们所模拟出的实域图。 我们可以知道VL是3V,VIn是10MV, 因此放大倍率是300,放大增益则为50。 这张图是我们模拟出的频率响应图。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最高增益为18分贝, 频宽是-3分贝, 因此我们抓15分贝的频率为1.15KHz, 还有255KHz。 第五点,面包板测试。 说明实作与模拟性的差异性。 在使用PSPAC模拟时, 我们是使用两个8K和2K的电阻去做分压, 但实际接在面包板上的时候, 我们只有使用一颗可变电阻来实现相同的组织分压。 在模拟的时候,放大倍率大约在300倍, 在实际量测, 透过调整电阻, 最高可以达480倍左右。 图6是Audio Amplified量测平台图, 这是我们在使用试补器量测面包板电路时的实验记录图。 然后右边图7是Audio Amplified量测图。 这是我们最后使用试补器量测到的V-in,V-out的输入出出波形。 再来是电路板的设计。 使用PADS做电路设计时, 我是使用体积较小,较易摆放, 但需使用螺丝起子调整的10K可变电阻, 也就是红色框起来的部分。 因为这样可以省去为左边较大颗的可变电阻, 对脚位留空间的时间。 因为实体BCV板,脚位可自行钻孔调整, 因此设计电路板时, PMP的BJTQ2N3906与NPN的BJTQ2N2222是同一颗。 因此焊接电路时要特别注意。 再来,我们的收音接头是使用3.5mm公对公音源线, 搭配耳机插座,连接电路板与电脑。 输出喇叭使用8欧姆3W的实验用小喇叭, 电源则是使用12伏特的直流电。 我们在实验室是使用电源供应器, 再加使用110伏交流电转直流电的变压器。 这是Layout的结果, 左上为第一层,右上是第二层, 左下是原件的布置, 右下与最右边是全部整合在一起的样子。 此设计长为7.48公分, 宽为6.42公分。 为了压缩PCB板的面积, 许多排线会以电阻为桥梁, 让两原件走线不重叠。 PADS的MJ1比实际装上散热板的原件体积还要小, 因此Layout时有特别预留空间。 在完成电路板设计之前, 我还有两份已报废的设计图, 就像是旧设计1, 为预留MJ1散热板空间, 还有旧设计2, 为使用指定的MJ1来做布局。 完成电路板的设计后, 我还有画一张实际元件应正确摆放的设计图, 目的是方便焊接作业的进行与除错。 挥制时, 较麻烦的步骤是要不断比对以下四张图的角位, 以免出现错误。 在进行焊接之前, 我们最开始遇到的问题是, 板子洗出来后, 里面的线路大多是断掉的, 所以我们无法使用。 助教说是因为强碱的浓度没调好的关系。 所以, 我们后来再重做一次, 就成功了。 第二个遇到的问题是, 在砖孔时, 多数的洞口没有切到板子上的铜线, 这也导致后面在焊接的时候比较麻烦。 开始焊接的时候, 我们决定先焊MJ1, 虽然没有不行, 但是先从小元件开始焊, 比较不会有卡到其他元件的问题。 然后先把同一种元件焊上去, 比如, 先焊电阻, 电阻全部焊完, 再焊二极体, BJT电容。 最后遇到的问题是, 所有元件都焊好了, 接上电源后却没有声音, 所以我就开始测试哪些不该短路的地方是否有短路, 还是确认元件是否正常运作。 这些操作下来, 还是没能发出声音。 最后, 只剩可变电阻的部分没有测试。 所以我用一条单线线跨过可变电阻去做测试, 发现了, 竟然有声音了。 很明显问题是出在可变电阻可能没有焊接好, 最后我就把可变电阻解焊之后重新焊一遍就有声音了。 我们影片呈现的部分还要长一点, 不能只让它播就好。 来看看组长的百万运镜。 来看看组长的百万运镜。 好, 好像我们在录进是可以的。 此表格是我们的规格和效能, 我们的电源为12V, 消耗电流为50mAh, 放大倍率为480, 放大增益为53, 音频平带大约是1.15kHz到255kHz, 喇叭足看为8Ω, 外观尺寸为46.5平方公分。 心得, 在利用P-SPACE做全电路模拟和接在面包板上是完全不同的。 在用P-SPACE模拟时, 相较于接到面包板上非常容易接对, 嫌少会有接错的问题。 在分析波形的时候, 也很顺利, 把需要的资讯丢给电脑, 交给电脑跑模拟。 抽作都正确的话, 就非常顺利。 然而, 在实作接电路的方面, 这一次, 我们在面包板上做了很多次调整, 像BJT三角有一角没接好, 和2DT正负极没看清楚, 都造成在实体量测的时候会有问题。 最后使喇叭声音接通后, 开始接撕波器量测波形, 结果又遇到问题了, 发现电阻会影响波形。 在经过几番调整之后, 终于找到没有被截掉的波形了。 这一次实验我还有体验到砖孔, 我们有两块板子, 会使用到第二块板子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块板子好像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接着我就只使用了5分钟, 把所有的洞都钻好了。 发现钻孔要钻得好必须快狠钻, 绝对不能钻到一半犹豫, 不然很容易就会钻歪了。 心得的部分, 整学期实验课下来我认为最有趣的就是奇末专题和主研一起做音讯放大集。 我自己平常很喜欢听音乐和玩游戏, 所以很常使用到喇叭, 因此这个奇末专题让我感觉更贴近生活, 更了解平常自己在使用的东西。 在奇末专题的部分, 我负责做焊接的工作。 尽管以前从来没有上过焊接训练的课程, 我还是想勇于尝试看看, 也因此发现许多焊接的乐趣。 在焊接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题, 其中我觉得最麻烦的部分是 我把元件焊错需要解焊。 我认为解焊非常需要功夫, 不过我们实验室似乎没有帮我们准备吸吸器, 因此这部分需要由我们自己来准备。 在一开始操作时, 我一度担心吸吸器的塑胶头 会不会因为落铁的高温而融化。 不过在询问过老师之后, 我得知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吸吸器的头是用耐热塑胶材质, 并不会有融化的问题。 也让我惊叹这就是科学的奥妙。 在这一学期的课程中, 我们从最简单的测量元件开始, 到后来学习各种电路的设计, 再到最后利用这些所学设计出一个音讯放大器。 虽然说前面的课程已经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在实际制作过程中, 我们还是面临了许多挑战。 比如,电路布局的优化, 因为在设计的过程中还必须要考量到元件的大小和方向,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弄了非常久。 而更惨的是,我们在焊接完板子后竟然都没有声音, 就算我们把各种可能的问题都处理了一遍, 都还是没有声音。 因此我们仅仅在安利怪板子, 才让我们的喇叭有了声音。 此外,我觉得这次的专题比上级学实验课专题还要有趣很多, 因为透过实际动手制作不仅能学到许多知识, 还能体会到设计和创新的乐趣, 而且成品也能让我们做实用。 总之,这次的专题是一次团队合作和跟人成长的宝贵经历。 透过这个专题,我们不仅成功做出成品, 还收获了许多知识和成就感, 对我们未来的毕业专题有了很大的帮助。 这次的实验专题是运用电子学所学到的放大器与其原理, 从无到有制作出一个音响。 过程中,我们有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使用学校电脑跑模拟时, 与用自己的电脑跑结果会不太一样。 自己的电脑适当调整RV1A与RV1B就能完整输出, 但学校的电脑跑出来的波形依然会被截掉。 第二个问题是实体面包板的接线, 模拟时RV2是使用3.5K的电阻, 但材料行只有卖3.3K与3.6K的五环电阻, 没有再三确认下就买到了36K的电阻。 R3的100K也被我接错成100欧姆, 导致音响时能播放出歌曲的高音部分。 第三个问题是使用PADS布局时, MJE与普通的BJT的脚位、体积都不太一样。 我做了很多版本的布局图, 每做一个版本就会消耗好几个小时, 其中还有听老师的建议把最初位在板子中心的 J1与J2移到板子的边缘, 但焊接时还是觉得太急了。 我有看到别族的同学把J1、J2和J3三个排成一横排, 远离圆键摆在边缘处, 不止美观也比较不容易出错。 虽然设计走线时,线跟线常常打结让我很烦躁, 但真正设计出结果且体积小到可以洗出两块板子时, 非常有成就感。 只不过有一点蛮可惜的, 就是我们的小体机壳变电阻, 只能用螺丝起子调整阻值, 无法体验转旋钮的爽感。 因为当初在设计时我不想浪费时间想大客可乐院店主的预留空间与砖孔位置等等, 直接套用内建的元件来摆放最快。 好不容易越过重重关卡, 我们遇到了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喇叭没有声音。 花了很多时间除错还是没有声音, 我就自己跑去买了第二份材料再焊了一块板子。 除了杂音有点大外,其他都堪称完美。 除此之外,买材料时我才知道MJ1是BJT中的贵族, 一个就要30元。 他穿的衣服也就是散热板,一个也要15元, 真的非常贵。